她是芒果台的主持人,非常有名,她主持的天天向上节目收视率非常高,她的妻子杨乐乐在和她结婚之后生活也一直很幸福。 但是在怀孕三个月时,却不幸流产,林永健在《爸爸去哪儿》这个节目中,能永健和他的儿子,可谓是兴奋无数,人气非常高,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,林永健曾经失去过一个孩子,这是他心中永远的童。 谢静,她是著名的导演,为我国的电影业发展,做出了巨大贡献,但是她的一生却很不幸,她的四个子女有两个智力残疾,最终在大儿子去世之后,两个月夜一起走了葛西健二。 她是一名日本的艺人,在有了孩子之后,她经常会在网上写孩子的照片,但是就在前两天,她却亲手将孩子给摔死了,女儿仅仅只有三个月,却被她摔过三次,最终不治而亡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盈